我是短道塑滑世界冠军刘秋红 我当初在接触短道塑滑这个项目的时候 是因为我在小学里面滑冰 因为我们都知道东北的气候非常冷 每个小学它都会有一个室外的一小冰场 然后我们在下课的时候 休息的时间我们就会去滑冰 其实我刚开始练的时候 并不知道自己练的是短道塑滑 我还以为我练的是就那种速度滑冰 但是当我慢慢进入了解到短道塑滑这个项目的时候 我才知道它的魅力其实不仅于在意速度 它可能是一个对抗性比较强的 然后多音质的一个比赛 可能更需要一些头脑上机制的一个灵活的一个变化 其实刚进入到国家队的时候 我的身体状态并不是最佳的 从体能方面或者从专业的角度 能力方面的话肯定还是比较偏弱的 然后通过自己每一天的努力 然后包括还有教练队友之间的一些帮助 才每一天有共同的一个进步 这让我难忘的应该是在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那一场伤病上 冬奥会又是四年一次 然后是每个运动员的梦想都想站到那个奥运会的舞台上 包括我也是 所以在还剩两周两三周的时间 我意外在训练当中意外的受伤了 然后记得当时是缝了200多针 我现在在回想起来的时候 可能会觉得很感谢那一场经历吧 因为它真的是丰富了我很多人生的阅历 然后它也是包括让我长了很多的一些教训 然后在训练当中如何的去更好的去注意自己的安全 然后包括在累的时候 如何去调整自己的心态和状态 第一场比赛应该是王萌萌姐 她是比了一个500米她拿下了冠军 然后在后一场时候看到就是周扬1500米 也是拿得了1500米的冠军 然后包括我们还有一个团体的一个接力比赛 女子3000米也是拿得了一个宝贵的一个金牌 所以觉得特别兴奋 然后也为我的队友表示开心 冬奥会马上就要临近了 我真的是更希望有更多的人喜欢冰雪项目 它真的是有不同的魅力 就像我们所有的运动项目都一样 其实它在运动当中 其实就是能够让大家有个健康的身体 包括还有一个抗寒的一个能力 每一年都会有不同的年轻运动员 它确实在涌出 那我也相信在马上临近的冬奥会当中 也非常期待能够有短道的一匹黑马可以出现 如果说真的是可以能够亲临现场的话 还是希望可以去现场看的话 也希望更多的观众朋友 可以到现场去看一场冬奥会 因为毕竟在自驾门口比赛 这种冬奥会的这种环境啊气氛 还是真是跟电视上看的是不一样的 但我更期待的短道速滑项目 能够在冬奥会上 继续的为中国去做更多的贡献 我希望对奥运健儿他们说 就是做好自己该做的 然后把握好在家门口的奥运 这个冬奥会这个契机 然后去发挥自己最好的 然后实现自己的梦想 也希望更多人去了解冰雪项目 然后为我们冬奥会的健儿们加油